对你的期待应该非常的深刻 而且非常强烈 他希望你来到外地求学 希望能够在功课上 能够好好的学习 尤其重要的 就是在信仰的生活当中 不要因为我们到外地求学 而离开了教会 离开了神 也让我们原来在宗教教育 从幼年班所培养到中级班 也因为这样就中断了 所以我们很多的家长期望 我们离开了家乡 到外地求学 我们信仰是始终如一 而且我们的信心 是越来越加添 越来越加倍 所以这时候 以地方教会的角度来讲 关心团契 带领团契 是格外的重要 那我们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 我们有这个 叫做喜乐友的团契 那么喜乐友的团契 经过几年来 我们很多的福岛大哥 我们很多的职务人员 弟兄姐妹的关心 我们都能够留下一些 美好的一些记忆 对我们的信仰 多多少少 对很多正面的鼓励 那今天呢 我们新生已经来到了 所以我想就用这个带领里 三个朋友 从一个被授的环境 就等于他离开了家乡 来到外地的时候 这四个人 他们只如如何以神为中心 来经营他们美好的团契 我们就试着呢 以带领里书里面美好的道理 来做我们互相的勉励 好 那我们请大家来翻开一下 带领里书的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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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的这个第八节到十三节 而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当中 特别着重的就是当时 带领里书的带领里 以及他的三个朋友 他们来到一个外族的 异教的巴比伦的王宫当中 他们能够谨记着他们的信仰 能够对神充满了敬畏的心 以至于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能够过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 叫做分别为胜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座的同学呢 你离开了你的家乡 来到这个地方来求学 进入了大学的领域 而进入到一个多元的 而且蛮有复杂的这样一个领域当中 我们希望就像这段经节里面 我们要来做到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就是分别为胜 分别为胜 好几年以前呢 我儿子呢 他是名传大学毕业 也是在龟山那一间 他曾经来参加我们喜乐游的团契 那我们喜乐游的小屋 是第一个男生住的 现在不可能有男生住在那里 因为我们喜乐游的团契呢 我们基本上有两位姐妹住在那里了 那我儿子呢 在读一年级跟二年级的时候呢 他老爹呢 就是我刻意设计他离家背景 离学校远一点的地方 就来到我们零零民直市 也就是现在我们的喜乐游的小屋 他就住在那里 那么他一年级二年级住在那里之后呢 他发现离学校蛮远的 七个摩托车蛮久的 后来呢 他说他要在学校附近来租房子 所以二年级跟三年级呢 分别租了两次宿舍 这个所谓的套房 但是呢 我们去看的时候呢 我们总是一个隐忧啊 房租蛮贵的 那品质不怎么好 而且感觉很潮湿 而且很吵杂 隔壁那个同学 隔壁那个社会人士 感觉好像不怎么理想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担心呢 我儿子说不用担心 我长大了 你放心 我当然可以放心 可是就放不了心呢 在他大事要毕业的时候 大事要毕业的时候 我们一直希望他能够继续来读研究所 因为他是读教育心理智商的 所以应该读个研究所 对以后考这个智商师 绝对有帮助 可是在那一年的时候呢 他在做什么 那一年的时候呢 他去打工了 在四年级 大概下学期的时候呢 正式在课业 非常看重的一个时间点 他去打工了 他去那个烧烤 日本烧烤店呢 担任那个前面的 那个服务员 也就是点什么菜啦 我帮你烤烤这个肉吧 类似这个工作 那后来我们也知道了 那他也要毕业了 那我们就去他打工的地方去看一看 而打工的老板呢 他特别来跟我们说声谢谢 谢谢你的孩子 非常乖巧 非常听话 非常懂事 非常积极 所以我们这个餐厅 有了它 让我们能够很多方便的地方 他的这种赞美的话呢 我听里面有点难过 你知道吗 我儿子不是在赚钱的 儿子应该来读书 可是我儿子说 读书固然重要 社会经验也不可少 好了 我就尊重你 结果呢 这个老板他讲了一句话 我就跟你儿子讲 大学要玩四年 青春不留白 大学要玩四年 青春不留白 为什么 你能够回到以前的年代吗 我今年快几岁了 我能够跑到18岁吗 能够跑到20岁吗 我绝对回不了过去的 因为时间就这样 人是渐渐老化 时间渐渐流失 绝对不能回到当年的18 20 或是几岁 所以岁月流失很快 但岁月不留白 岁月不这样 好像空白只这样经过 所以这老板说 不要让大写四年 这样很苍苍白白的 这样的流失过去 所以岁月不留白 最好的方式 要多学习什么呢 一个很重要的协分 叫做恋爱协分 多交几个女朋友 你就知道你爱的是谁 你的选择对象是谁 所以经过我爱这个 不行 爱这个不行 爱这个不行 所以最后你就知道 你爱些什么 听起来蛮有道理的 所以就不断地来学习恋爱协分吧 这是人家客道话 我听里面有很难过 儿子啊你有没有被影响 所以我就跟我儿子讲 你在这边工作 爸爸都很高兴 你也没有受影响 你要好好读书 你不好好读书 你晚会你四年读这个 可惜后来他很认真读 很认真读 就是考不上 不过感谢主 所以说一辈 最起码人家还正大研究所毕业 我烈有安慰 好 那我所要讲的是什么呢 就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自由的环境 甚至多元的环境 我们可以讲说 每一个人思潮非常澎湃 各种说法都有 各种价值观都有 哪怕现在认为最黑暗的一面 在伦理道德被人家看为是个 颠覆的传统的情况下 他们认为新潮 所以在这个大学的意义里面 如果你没有像 丹尼里跟他的三朋友 以神 以信仰为中心 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 那么你可能会渐渐的 被这些刺激的文化 或是世俗的文化所影响的 现在的学校呢 有人是从事政治的 有人从事社团的 但是有人参加很多的 所谓社会的一些议题 因着这些老师们 就带领这些学生 参与不同面向的 但是无论什么面向 不要忘记 你是个基督徒 你是以圣经为标准的人 所以你不要跟外面 在流行什么同性恋 在外面可以流行 什么恋爱协分 不要跟外面流行 那些政治潮流等等 我们要的是 以神为核心的信仰生活 让我在这四年当中 的确不留白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喜乐油 以赛亚书所记载的喜乐油 是圣灵的果子 我们能够在这喜乐油当中 得着不空白 不留白 而充满神 丰富恩典的记忆 所以我们就以 但一书的第一章里面 所讲的 我们离家背景 来到这个地方求学 就相当于 被掳的但一礼 他们来到异乡一样 但是他们始终坚持 自己信仰 分别为圣 所以不沾染 任何污秽的东西 所以记得 我们的新生 包括我们团讯 所有的同学 我们进入了这些学校 看起来是一个 非常自有自在的学校 但是不要忘记了 我们还是神的子女 我们聚集在这个世界 我们固然要学习 很多知识 但是不要被 错误的思想所影响 分别为圣 是必要的 那我再讲到第二个 这个《大尼语书》里面 就讲到了 这四个人 来到异乡 碰到一个很强权的 而且充满了威权的 一个时代当中 皇帝讲了一句话 他可能就是 要你的命了 所以在《大尼语书》的 第二章里面 谈到那个时候的 巴比伦的国王 叫做尼布贾尼撒王 这很奇怪 自己做了梦 自己忘记了 自己做了梦 自己忘记 既然要请别人来解梦 你跟我讲 你跟我讲 讲什么 我不知道 你跟我讲 你要讲内容 你怎么会说不知道 那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怎么来答复你呢 而那个时候 你不讲 你想做一个梦 梦什么 他既然忘记了 好 梦境完全忘记的情况下 要找一个外人 找一个完全不了解你的人 要跳进到你的思想领域 说你做的梦 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我们不是在玩猜谜游戏 但是这个王就说 你如果不能为我解梦 我就要要你的命 你们这些人 我全部会把他杀了 这不是无理取闹 你做的梦 你忘记 你要我怎么知道 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灰虫 但是王就是这个样子 因此王这个命令一下打以后 所有人包括戴尼里 还有他的三个朋友 都是列在这个死亡名单里面一样 你只要不解梦 你们通通都要死 这时候戴尼里知道这么一个消息以后 回去了 回去了 那么回去 当然他有请王 神宽限几天 王好 宽限几天 我看你怎么办 你就回去想想办 你反正要给我讲出答案就对了 讲的答案 跟我的梦是一样的 这个真的是太大的挑战 这时候 当这个戴尼里还有他的朋友 来到巴比伦 面临了那么巨大的一个生命的威胁 空前的挫折跟打击的时候 请问他们怎么做呢 在圣经里面他这样说 我们来看一下 但尼里书的第二章 第二章17节 他说但尼里就回到他的居所 将这事来告诉他的同伴 告诉他们同伴 这句话是什么 就是把我们所面临的威胁 心中的难处 甚至我们未来的困境 我们都能够勇于来做分享 有很多时候 我们就把我们的心思 把我们很多的瓶颈 压抑在我们内心的里面 而这么一个压抑之后 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钻牛角尖 我们没有一个合适的一个朋友 一个同学 一个长者 来跟我们说说看 应该怎么做比较好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所谓的参照者 我们没有一个指导者 我们变成什么 把自己的想法压抑在这里 不但压抑得不到正确的答案 我们甚至转牛 转到一个牛角尖了 怎么一转呢 就转进去了 转进去又转不出来了 所以这时候呢 你都变成很怪异的人 变成很偏激的人 变成一个很主观的人 所以人家感觉你怪怪的 可是呢 我们一个基督徒 进入到属神的一个团契当中 我们离家背景 进入到这么一个分别为生的团契 我们希望我们同学呢 就像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一样 我们一起的团契 我有难处 我找个要好的朋友 说说看 听听看 当我说 我心情也舒服嘛 当我听 我最起码 到这个一个方向嘛 我自己的该 就我的能力 就我的环境 我所能够做的有哪些 你最起码有了谱嘛 可是你都不说啊 你就压抑了 而这样对你的灵性来讲 会对你严格的发展来讲 基本上它是扭曲的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 将所要的告诉他的同伴 所以我们希望呢 各位同学来到这里 如果你在课业上 你在信仰上 乃至你在感情上 或是以后的就业上 无论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不要忘记 我们有个很好的资源 那就是内力教会 我们有个很好的资源 就是我们的大哥大姐 我们的说弟兄姐妹 他可以做我们的关怀者 他可以做我们的领导 引行者 所以希望我们在 这段学习的过程当中 不要忘记你有很好的汽油 你也有很好的弟兄姐妹 可以随时的来讲你说说看 把你的心声跟大家做分享 而这就是我们的团契 希望我们团契 大家能够互相关心 那如果有人愿意 把心事来跟你分享的时候 绝对不要玩玩一个游戏 就是用否定的 用责备的 用轻看的 绝对要做到一点叫倾听 用同理的倾听 用圣灵里的倾听 来感受他的不足 感受到他的难过 那么我们就能够 以哀伤的人同哀伤 以喜乐的人同喜乐 那我们这样的分享 会倍得荣耀 我们这样祷告 会受到圣灵的充满 所以请各位 这个部分一定要做到 最后一个呢 在这个第二章的 十八节里面 他们这些人呢 除了把自己的心事说出来 寻求一个重要的一个共识 或是解决方式 更重要的是什么 在十八节说 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 施怜悯 将这奥秘的事呢 指明 免得 但里里和他的朋友 与巴比伦 其宜的则是呢 一同的灭亡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祷告 一起祈求 所以当我们碰到 任何困难的时候 我愿意跟你分享 我愿意请听 但是人就是人 一定有瓶颈 一定有困难的 一定有很多 无法超越的一个 现实面在那里 这时候怎么办 团契重要的 除了以道理互相分享 来承担 来扶持 来同行之外 祷告是不可少的 所以希望我们 许六游团契也都能够重视祷告 我印象中 我们许六游 每一次在团契的聚会 在用餐之前 我们大概都是五点 几点开始祷告会 我们几点祷告会 六点半是不是 好 那请同学记得 什么演 几点 一二三第三位 几点 六点半 圣言 我忘记点名字 品言 好 品言 无形中改成圣言 好 不然讲尊严也不错 好 品言 我们有这么一个时间 希望大家各自在各个 领域里面好好求学 那么我们多多的祷告 为我的信仰祷告 为了课业祷告 为我的未来祷告 常常用祷告当中 就像这个经文里面说 祈求天上的神联名 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奥秘 所以求神能够帮助 藉由圣灵来引领我们 让我们四年不留白 而让我们四年当中 我们有属灵的团契 属灵的同伴 让我们能够走这一条永生的道路 尽管它曾经是堪堪苛苛 可是我们曾经扶持过 而让我们人生 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让我们未来重要的 有神的灵与我们同行 我想用这样跟大家分享 祝福我们这一次的新生 能够来到我们内力教会 我告诉各位 内力教会很好 为什么很好 因为有一个传道在这里 姓什么不知道 好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那就请我们按照下一个阶段 我们来介绍教会的职务人员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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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